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正如强制清真认证风波的事不提国会议员兼行动党副主席郭苏沁 今天到武器安曼警局总部录口供之后在戒准会上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反对清真认证或者是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 郭苏沁说他之所以会针对有关强制清真认证的提议发表意见呢 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这项提议将会掀起反对声浪 尤其是引起饮食业者的强烈反弹 而他作为国会议员就有责任去表达人民的心声 促进政府重新检讨这项提议 郭苏沁今天录口的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半 他的代表律师谢瑞瞻表示 查案官在录口期间总共询问了超过20道问题 而郭苏沁全程都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 那针对郭苏沁的案件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调查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说 警方是总共接获了50宗相关投报 月季将会在两天内完成调查工作 并交由检察司去决定是否要进行下一步行动 身穿白色马来服装的士不爹国会议员兼行动党副主席郭苏沁 今天在代表律师兼万宜国会议员谢瑞瞻的陪同下 进入武器安曼警察总部录口供 期间他还向在场记者挥手 大约50名行动党领袖和支持者 包括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交来国会议员陈国伟也到场声援郭苏沁 经过一小时半录共后 郭苏沁召开记者会时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反对清真认证或者是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相反的郭苏沁说在他过去担任雪州行政议员期间 还一直向外国投资者介绍大马亲这认证 至于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则是力挺郭苏沁 认为他所发表的言论只是履行作为一名国会议员的职责 没有触及三二课题 行动党会全力真实郭苏沁 这幅是三个案例的议员 这幅条例就能否议员会出帮助 我们希望能否议员成为一名国会议员的 由于是一名国会议员的 在一位一位大马里面的 必须给出帮助 能发展出帮助 在一位大马里面的工作中 以自身的提供供应该阅持统责任 他们最要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